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达九年的时间 得靠着酒精逃避生活 直到经历了一场生死交关 Tank他终于觉醒了 决心要继续创作 2020上映的国片《你的情歌》主题曲就引爆讨论 也是Tank所演唱的 通过我们的真法来看看这几年的他 柯佳燕 傅孟博主演与电影同名的主题曲 点阅重破四百万次 掀起热烈讨论 因为这背后的歌声是来自他 导演他在他的故事里面 他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让我也很有那个想法 那个写歌的灵感 由导演安竹坚 琴子填词 与Tank谱出这首歌曲 也让人好奇 这些年Tank在忙些什么 几年里面我比较常听的都是 流行音乐也有啦 那比较常听其实有很多教会的诗歌 那这些诗歌其实并不是真的就是很严肃的一些诗歌 它其实就是比较像流行音乐这样子 国外的一些音乐这样 那我自己的歌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的一首 叫做《夜里的月光》 在信仰中找到力量 这首歌也诉说Tank 如何从低潮找到出口 因为发行第二张专辑后 Tank开始传出酒驾劈腿等丑闻 度过了好几年的荒诞 我姐姐的过世吧 让我陷入一个很低潮 然后从那个时候其实就从来就再也没有 我的生活啊 我的生命就再也没有 那种就是起来过的心情一直都是很糟糕 对 然后常常就是用酒精来拔逼自己 在那一阵子 天可与姐姐感情好 长达九年时间用酒精逃避生活 直到车祸造成炉内出血 最接近死亡的时刻让Tank彻底觉悟 也是因为喝酒撞到头然后去开刀这样 对 就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然真的会死啊 每一个都在期待 你为我存在 再也不想求什么 闻门关前走一回 Tank审视自己的人生 与唱片公司结束合约 继续在幕后做音乐 同时也帮自己发片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伤的我 能遇见你一生出现在梦里 而如此幸运到我 以你的成就 拯救我离开失落的荒原中 不再失为懦弱 回到正轨之后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离开那一段生活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音乐 然后我要改变 我当下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以外 也要改变自己的音乐 走在生命中的最遍远的那镜头 想想如果不是你我该怎么做 持续歌唱也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过去发片搭偶像剧爆红的那段时间 当时其实说这个红得很快 然后那个世界 那个反差世界对我来说 冲击也很大 然后我瞬间看到了 很多的现实面 有好笑的那也有很严肃的 也有一些很不喜欢的 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再重选 在面对到回去那个时候 提供你发片这个机会 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 我还是会希望当歌手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 对 我如果年轻的话 我会更努力唱 然后更 更 就是 更想要 就是 把自己的音乐 用自己的方式来呈现 带两人回来那一刻 眼泪为你掌握 给我你的爱手 拉着手不放开 爱我 爱我 为你莫属 我只愿 守护 有你给我的幸福 有谁能把你 找离我身旁 谁是我的 这是天使 为我能独家 迅速走红 是因为亲人离世 度过了好几年的荒诞 也许就是因为那些年 Tank的心脏 开始出现问题 为了健康 调整生活形态 是否工作量 也跟着删减 减少的是在 荧幕前面 那荧幕后面其实 没有减少 对我还是 继续做音乐 就是在没有上舞台的时候 我还是 还是做音乐 所以这个工作量 其实是相等的 年轻的时候还好 不懂 但是现在 现在的话 就会比较注意 比较 也不是说怕死啦 就是 就觉得 我其实不是怕死 是怕痛 我是那种很怕痛苦的人 将生活步调 调整正常 Tank更珍惜生命 有了信仰之后 也把音乐注入 问他 现在想走幕前 还是幕后 我觉得做音乐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改变风格 持续创作 Tank继续唱 用歌声传递故事